黃祖嵐、無信軍、方力昇等等 這日出席電影的慶功宴 提到內地綜藝節目跑男 這日宣布鄧超、陳克、祖嵐和陸琴 都將會推出新一季的節目 觀眾都很捨不得 每次都要照我當情 我是覺得很內疚的 那那天真的能飛回來 變成一年都陪不去 所以今年我覺得 無論什麼節目都好 有什麼工作安排都好 最重要的是以家庭為中心 但是祖嵐、祖嵐推出節目 是因為受到限酬令影響 這個菜冊我覺得有點想過了 如果真的因為這個原因的話 我就不會比如說拍沒想到吧等等 其实今年还会看到可能有我的节目 只是我觉得节目一定要以牵就我家庭为主 其实哪怕大家有这个猜测 我觉得就看今年我节目的安排 大家就会知道只是以我家庭为主这个最重要 事实就剩余大家的猜测 另外日前在郑忠基的演唱会上面 小芳 梁汉文和汪劳都说有计划开网台 大家都很期待啊 真的有没有机会我们参加做节目 其实我也不知道 除了节目以外其实有很多都可以做的 比如说可以做那种演唱会或者是做talk show 都有机会可以 所以任何可能都有 就看两位哥哥他们大哥的档期啊 或者是想法 在 Doesn't What's The 用mm 存在 做还是很期待 或是什么 Standards 感谢观看